好 请再期待 美丽传说将会属于我 请 吹烧 美丽传说将会属于我 我看不见李连杰了 完全被这个一片花海给挡住了 来来来 李连杰赶快跟我们现场的朋友问个好 好不好 各位朋友 我今天有机会 第一次来台湾就能跟大家见面 我非常的高兴 在这里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全家幸福 如果上学呢 就学生 就学习越来越好 越开心 将来家庭幸福 对不对 好 来来拍拍手 好 你知道这两天台湾是寒流 然后他们知道说今天你要来 大概从下午一点钟吃过饭开始 真的 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门口已经排了一场列的人了 到后来你要出现的时候 这个场面已经几乎快要不能控制了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看见大家在那排队 我心里就很高兴又很过意不去 因为天气这么冷 我听讲台湾这两天很冷 但是我其实已经习惯了 我在北京更冷在这里 那么我很高兴也很感动大家能够在这里等我 我还很期望的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能够答的话 我一定满足你们 问题我想这个慢慢来 慢慢来 现在我们是看到李连杰的本人了 现在我们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看看戏里面的李连杰 跟本人的李连杰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他一系列作品 李连杰生于西元1963年4月26日 写型是AB型 在家排行老妖 他从八岁开始习武 11岁以中国功夫引起美国注意 并以小小的年纪与美国总统尼克森对谈 而引起了全球的瞩目 12岁就成为职业的运动员 创下无数世界性的冠军 并且在大陆连获1974到1979 五届武术冠军 1980年拍摄了处女作《少林寺》 以真实功夫扬名国际 1991年更以一系列《黄飞红》系列的电影 奠定了他功夫皇帝的地位 欺负他们三个 这是不对的 把他们放了 这是中国的功夫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李廉洁所主演过的电影 一系列这个精彩的片段 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的过瘾 有没有很过瘾 有 你们比较喜欢这个本人的李廉洁 还是戏里面的李廉洁啊 好喜欢 还有这个样子通通都要的 你看 那我把它送给你们好了 其他走到中间好了 可是我还是不肯啊 我还走到中间 大概很难保持原来这样子整洁的样子 没有关系 他只要一个转身啊 我们就看到噼里啪啦 都通通倒下来 不会不会 李廉洁基于爱护观众的心里 他还是不会动手 对不对 其实电影里是演一个人物啊 演一个师傅啊 或者演一个方式玉 那么所以他很好打 其实生活当中呢 现在练武术锻炼身体而已啊 不是为了打架对吧 强身 哎呀 这个你就跟那个 这个妹妹 她也是练跆拳道的 哎呀 她练跆拳道 你站起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来 我跟她打个招呼 她练跆拳道 她就是因为她想要跟人家打架 她还在练台音乐 你瞎讲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李廉洁 因为拍了很多戏 也结识了很多朋友 尤其是在这个 这处方式玉里面 也跟台湾的 我们的影帝有合作 那今天呢 今天您在台湾开的 第一个影友会 您这些好朋友 也来到了现场 所以我们马上要把他们 请来我们的现场 对 好不好 来 请我们金马奖影帝 陈松永先生 还有吴慧中小姐 胡慧中小姐还特别来给 演演节献花 对 各位你看从那边走过来了 完全是美女配野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来来我们请这个胡慧中 跟我们陈松永永哥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好 好来拍拍手 给他们鼓励一下 好 这个我们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就是 今天勇哥跟我们胡慧中小姐 他们在我们现场 我们请他们两位来谈谈 跟这个李连杰合作的感觉 好不好 对 好 来 我们先请勇哥看 李连杰啊 是我合作过的 武侠片武打片的演员 最有真功夫的 因为现在武侠片啊 拍很多 一般都是用钢丝调的 飞来飞去 跳来跳去 大家都会打 但是李连杰的是真功夫 不管他的拳脚功夫 或是什么兵器 他拿来都会用 这一点我最佩服的 请问一下胡慧中小姐 在戏里面也是有很吃重的角色 跟李连杰合作呢 有什么样的感想 形容一下这个人 我跟他在一起拍戏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很有安全感 怎么说呢 像我们有的时候 有导演 因为云奎导演要求特别的严厉 他不太喜欢我们用替身 像我们可能都是自己来打 有一次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要我真人站在这里 一脚被李连杰踢下去 很害怕呢 因为想说这五届冠军高手 结果那好吧 鼓起勇气 挺起胸膛 挺起胸膛 把脸给他的脚上 他要踢你的鼻子那里 你挺起胸膛干什么 因为我很害怕 导演说你不可以弯腰 同样把脸收起来 他这样是壮胆嘛 对啊 我们人在壮胆 他踢脸他怎么挺起胸膛 因为要把头抬高嘛 他给人家踢嘛 结果后来一踢 居然没有事耶 很安全 鼻子还是在 今天也非常谢谢 两位特别来宾好不好 陈松永 陈大哥 胡小姐 谢谢你们的参加 谢谢 他一直插着我的手 我的手被他掐得好痛啊 我们再次用最盛的掌声 谢谢胡慧小姐跟陈松永先生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这是我很喜欢戴帽子 因为我每天都光头 要不要亲一下 让他们嫉妒 快 快点 快点 可以吗 可以 哎呦 你 想要脱衣 想要脱衣 我能心再期待 每名传说将会属于 刚刚我们有观众特别提到说 因为李连杰要来 然后他们很兴奋 就特别去买了一些礼物 要送给李连杰 这样子啊 准备了礼物 是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请现场 有带礼物的朋友 把你们的礼物送上来 那么多人送礼物啊 慢慢来 好 通通在前面 通在前送什么 因為現在台北天氣很冷嘛 那就是怕 而且它又是一直都是光頭的造型 那就怕它會冷 所以要把它準備 好貼貼喔 妳平常零用錢多不多 多 可是這一頂是皮帽耶 我想一定不便宜 為了他啊 什麼的犧牲 存錢存了多久 很久了吧 反正就是一點一點存下來 就是一直很期待他來嘛 所以就一直準備啊 就從你看到他演少林寺 一直到現在 你就開始存錢 那也存得太久了吧 這存那麼久都可以買一匹馬了 好像是一個帽子 好 那現在請你親手送給他 好不好 來 握握手 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你 謝謝 好 旁邊的人好嫉妒喔 要不要親一下 要不要親一下 讓他們嫉妒 快 快點 可以 手可以放啦 手可以放啦 好 現在這個 很驚人 很驚人 這是 你連結的一個速寫的像 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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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尤其是眼神非常的神似 來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這個花多少時間畫出來呢 這不是我畫 這是我 這是我妹妹畫的 那妹妹怎麼沒有來呢 我妹妹就是為了畫這幅畫啊 然後幾晚上沒有睡覺啊 然後含流來感冒了 所以帶我來 生病了 帶我來 希望能用這幅畫來換她 身上一個紀念品回去 很賊喔 很賊喔 這個體力非常好 來 先把畫拿著 我來檢視一下 檢查一下 她身上有什麼東西可以扒的 好像只有鞋帶可以摘下來 有沒有什麼紀念品可以那個 好不好 沒有帶什麼東西 或我送你家相片 送一個海報給你 對 待會兒就是 簽名海報好不好 簽名海報跟簽名照 兩樣一起送給你 沒有帶東西來 現在本人就送給你 來來來來 現場有沒有簽字筆 簽字筆準備一下好不好 簽字筆很多的 來 謝謝你 學太見到的 先這樣子嘛 等一下你們再私下商議 因為她現在身上都沒有帶嘛 她好失望喔 她想到妹妹畫了這個圖 為了畫這個圖生病了 結果只換了一張這個 你要知道兩千萬人裡面 大概也只有這麼一小撮人 有這一張耶 好不好 好 非常謝謝 謝謝 妳謝謝 謝謝妳妹妹喔 祝她早日康復 來 那妳送什麼 其實我要送她這東西呢 是大家一起送的 這不是我要送她的 就是妳們大家一起想送她的 是不是 是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看一下 這上面有一個李連傑的照片 映成的一件T恤 是大家一起送的啊 這樣子啊 那要送給她 妳看妳可不可以讓大家 幫妳簽個名在上面 請大家簽名 誰有份的就簽個名在上面 簽個名在上面 就不送給我更好 是嗎 那就謝謝所有的人 對 那妳看是不是要換上這件衣服 然後 好 就要現場換啊 什麼畫 女生耶 男生就算了 不 妳送她一件T恤 上面有李連結的畫像 對不對 照片 照片轉印的 做一個紀念 是不是 好 我們謝謝妳 來 謝謝 謝謝 可以 好啦 等一下簽好不好 等一下妳排第一個小男生 不是 小女生 好 等一下簽 後面還有好多人 來 謝謝 來 妳要送什麼 小鏈 這是一條鏈子 哇 這是一個鏈子 東京 東京 東京買的 是吧 上面有一個名字耶 這是妳的名字嗎 這是我姐姐 因為送這個鏈子一定有它的意思 妳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我姐姐很喜歡它 都收集它很多的那個簡報啊 妳今天又是帶姐姐來送她禮物的 對 那是替自己來爭得一次握手的機會 妳姐姐很喜歡 姐姐有沒有來現場 姐姐在哪裡 姐姐為什麼不來呢 一起上來嘛 姐姐 她臉紅成這個樣子 姐姐做其中的蛋糕 妳叫妳小妹仔來做 這個鏈子是姐姐的 請妹妹上來送給妳 要不要親手為她戴上 好 所有的女生都在那邊哼 誰叫妳不買禮物 那邊哼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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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握個手嗎 謝謝 好 謝謝 這位男生 妳送的是什麼 這是一個項鏈這樣子 也是一個很別式的鏈子 上面是雙頭像 我希望她的電影事業 就像這樣一樣 永遠的堅強 然後堅韌這樣子 永遠的長壽 像林王一樣 一直到77年 好 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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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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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妳呢妳送什麼 一串小鞭炮 這是自己編的嗎 這是在什麼樣的心情之下 選擇這一項禮物 來送給李連姐 因為這個鞭炮串 是國二做的 然後她就是放在佛堂裡面 然後已經 就是已經可以保平安了 然後她不是拍那個 武俠那個 經常怕她受傷 對 然後希望這一串 這一串掛在佛堂掛很久的 這個鞭炮 這是妳國二時候做的 我覺得這位小妹妹真的很有心 對 她是這個 她在幾年前 國二大概六七年 這看不出來有這麼大了 妳是國小二年級還是 國小二年級的時候做的 國中 妳已經這麼大了 這是她七年前做的 然後她做好之後 自己做的 供在佛堂裡面 然後就放她家裡的佛堂 然後再跟這個 等於是在一直養這個佛器 這樣子 然後現在真的可以保平安 她送給妳 因為妳經常拍戲會受傷 她希望能夠保佑妳 對 保佑妳一切平平安安 謝謝 謝謝 我們的影迷的心意 都讓妳感動了 那個從我們剛剛 那麼多的朋友 他們送禮物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有很多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有心 尤其那個以前 七年前是國二那個朋友 對不對 自己親手做的 放在這個佛堂裡面 供養了很久 供養了很久 也知道說妳拍動作片 這個都會有很多的危險嘛 對 還有那個 因為畫這個素描 然後生病的影迷 對 真的很令人感動 今天能夠見到大家 能夠有很多朋友 就支持我 我會很努力的 去把電影拍得更好更好 來報答妳們 再一次謝謝妳們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來 我們現在現場 有很多朋友 對李連傑是不是有 很多的問題要問啊 對啊 現場很熱烈 我們就找這位 來 不要急 她第一個舉手嘛 不要急 我是說 妳等一下 我選妳前面 不要難過 來… 好難過 來 你有什麼問題 我先看她握個手好嗎 好悶啊 好悶啊 死兵啊 妳真的給我轉笑 你好 阿姐妳好 我們看到妳 唉唷 叫得這麼親熱 看到妳的動作 那是光頭嘛 光頭 請問妳一下 什麼時候呢 您開始流 光頭這麼帥的髮型 什麼時候 幾歲開始 謝謝 我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 就1980年 我17歲的時候 17歲的時候 拍少林寺 頭一部電影 那時候做和尚 所以就光頭 一光就光了六年 一光頭就光了六年 那妳可不可以告訴她 妳什麼時候開始剃光頭 當兵的時候 好 這個一剃就剃了六年了 還有沒有朋友 什麼問題來 我還說走過去的樣子 好嚇人 妳說我帥 我覺得 我這樣一看就知道 妳說我是蟋蟀的帥 嗯 就中間這一位 今天啊 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啊 李妍杰特地來台灣啊 然後我想啊 我想請妳表演一套功夫 李妍杰大概覺得掌聲 跟尖叫都不夠熱烈 其實我真的很感謝大家 今天有機會在這裡 跟大家交個朋友 那麼 擺幾個動作 打幾下全給妳看看 好 因為這個衣服不是太方便 不過還是為了感謝你們 我打幾下給妳看看 好 來 謝謝 來 我們得讓一讓啊 請準備了 準備好你們的照相機 好 好對不對 我想啊 我們很多朋友 我們都知道 黃飛鴻有一個標準的姿勢 對不對 對 我們可不可以請李妍杰 再做一次黃飛鴻的那個 那個姿勢 標準姿勢 現在你的衣服比我更像這樣 不能叫我脫啊 我裡面沒有穿啊 來 我們請李妍杰擺一個 這個黃飛鴻的姿勢 給大家看一看 有誰可以上來模仿 模仿幾個李妍杰的動作 就是妳來 她這個手舉得好穩啊 還特別穿了一套運動服 來 妳要 還有誰 一起上來 好 那妳上來 妳上來 好 請大家戰勝一排 我們是一個一個來呢 還是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吧 一個一個來 這個剛剛 這位帥哥呢 帥不帥 好 妳要擺個什麼姿勢給我們看看 不是擺姿勢 妳要是能夠像她剛剛這樣子 打一套拳 我們也很歡迎 我不會她那個很厲害的功夫 可是我會降龍十八掌 各位 她要用降龍十八掌 來對抗我們的 對抗我們的李妍杰 好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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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吧 行不行 非常好 來… 行… 這位觀眾朋友真的太難得了 好 請回座 來 下一位 下一位 我跟你講 妳做第一位 真的後面都倒大霉了 後面都不知道該怎麼演下去了 已經有人溜回去了 已經有人那麼多溜走 好 來…來看妳 妳要表演什麼 好 模仿她 好 模仿她 模仿李妍杰打一段是不是 對… 好 我們現在掌聲 掌聲 給她一點掌聲嘛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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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妳有沒有學過 妳有沒有學過 一看就真的妳學過 她有學過功夫 好 來 這個 來 再帶一個這個好不好 你們一定學過 謝謝… 好好學習啊 發揚我們中國的武術 我告訴你們 我也不要太難為你們 叫你們打拳的話 我怕一不小心 等一下你們踢擋 我們也麻煩 對不對 你們就擺一個姿勢好了 她們兩個合作啊 你們兩個騎拿手 就是電影裡面 李連傑電影裡面的騎拿手 好… 錯手 OK 這個是在電影裡面 教十三姨的騎拿手嗎 然後鎖手 她都背起來了 兩位 行不行啊 非常行… 李連傑非常認真 還特別跑過來 觀察她們兩個 到底做得對不對 好 今天呢 我們李連傑的影友會 到此也告一個段落 謝謝… 我覺得我們大家 應該一起大聲地說 李連傑加油 大聲說三次 我們歡送李連傑 好不好 預備 起 李連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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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連傑 JO 她們五コG 李連傑 Ning